暑假期间很多人去看的埃及木兰一展 是已经超过50万人次入场参观 展期即将在月底结束 主办单位统计呢 还有三分之一的预售票没有来看展 希望买票的民众不要错过了这个机会 埃及木兰一展参观人数正式突破50万人次 幸运儿就是这位带着儿子来参观的领爸爸 因为从来没有得过这么好的讲这么好的机会 这是第一次也很高兴谢谢 暑假期间参观人潮络绎不绝 趁着暑假结束后再来看展可以看得更仔细 展期即将在月底结束 但主办单位统计还有三分之一的预售票 还没入场参观 除了呼吁买票的民众要把握机会 也特别开放夜间看展时段 在那个中秋节连续假期三天 这个连续假期我们晚上开放到九点钟 所以那时候也比较消暑 时间也很适当合家来参观 参观人潮多周平商品也跟着热卖 像是卡瓦尼的埃及熊 还有特别从埃及进口的香水瓶 和古代埃及写字作画用的沙草籽 甚至是埃及木乃伊装内脏用的卡诺皮克罐 不用远赴埃及 在这里通通可以找得到 中天新闻台北众号报导 慢慢来 几个新闻台北众号